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配合着饮用一些适当的食物 比如说如果是一些肾虚的患者 尤其是阳虚的患者 那么就可以多吃一些像羊肉啊 鸽子肉啊 这些韭菜啊 能够温补撞羊的一些食物 当然如果是一些圣经亏虚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防劳伤盛的 或者年轻时候过度手淫频繁 当然导致圣经亏虚 精关不顾的这一类的患者呢 那么就可以多吃一些血肉 有情之品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 那么这个鹿角胶啊 龟角胶啊 这样一些东西 那么还有的是比较食热比较重的患者 就是长期可能吃东西比较辛辣 滋薄厚味的 还有酒啊 等等的之类的 这类患者呢 那么他的早食其实是跟体内的食热有关的 有的小便气味又很重 烟囊又很潮食 又很烧痒 所以像这一类的呢 我们讲可以多吃一些像 尤其是夏天可以吃一些鱼杏草呀 还可以吃一些像薏仁啊 嵌食啊 就是这些轻力时热的食品 可以煲汤啊 或者是煮粥等等 都可以 所以呢 还是要因人而异 就没有哪一类患者 应该吃哪一些食物 能够提高色情潜伏期的时间的 好 好 好